你不要嘟到他們客氣到要靠腰 嘟到我會記的 我不吃你這一套啦 你在說什麼 什麼你在說什麼 你也很愛演啦 我在演什麼 我也是低之外的啊 三位兄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心啊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啊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 是我的話 好 我們請孟凱主義長 謝謝 先把麥克風切掉 那等一下 我這樣講 我這樣突然唱了我前面 你在黃總招後面 好 他沒了 他沒了 你怎麼會對 你剛才又 你叫我不要 院長 我希望你公正存疑意思好不好 不是 是跟柯總招無關 院長看起來是很公正 院長 這個跟他無關 這是你跟我有事情喔 我會回到 不是 你剛才就說 本來輪到我耶 不是 因為黨團要 國民黨團的民眾黨要二十百億 那你給我爭笑的嘛 你話也都亂講啊 剛剛是黃國昌在講話 他們兩個在吵架 我要試圖制止他們兩個 讓他繼續講下去 什麼你整個家說 什麼我就關掉 你說下一個輪到我講 現在一個拿手 你就說什麼 什麼就跳來跳去 你當我是什麼 雙雄戰場 你聽我的說話 不是嘛 你剛剛是不是講說 無事好講話換我 本來是跟他輪到我講的耶 他們講得幾文了耶 這樣有原則 這樣有原則啦 這樣亂掉 我 這個所謂原則 黃國昌在講話就沒有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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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看到我的立場 我在主持經驟 我當然要公平啊 那你 那你不是說輪到我嗎 那你不是說輪到我嗎 但是他其他黨團要發言 我當然要讓他發言 不然你就不要說 待會輪到我 不然你不要指定我嘛 你可以等一下 不不不不 我跟你說 你不要嘟到他們 客氣到要靠腰 嘟到我給他 我不吃你這一套啦 你在說什麼 什麼你在說什麼 你也很愛演啦 我在演什麼 我也是低之外的 為什麼你死定我了 你為什麼又繞過去嘛 因為他黨團 其他黨團提出發言 我必須要尊重他們 等那麼發言完 還是會回到你自己 沒有你不要跟他講 你也要跟他講 阿莊緯 不好意思 現在換黨團來 你稍微這樣講 我會舒服一點啦 不好意思現在換黨團 院長 怎麼叫我黨團團 不是嘛 院長 讓莊緯 我先講 因為你黨團現在要發言 出發紅毛台 那他不是黨團嗎 阿我不是黨團 不是 他不是黨團嗎 阿我不是黨團 你們說幾次 你說他們講了幾次了 我都還沒講耶 我要講重 院長 我跟你講 我要講重點中的超級重點 好 現在他們講幾次 現在我們一起來算 第一個 傅昆吉總共講話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讓我講過話 我沒有啊 你們三個人不要急嘛 林思銘也沒講話 是你點名要等一下 接下來是我講耶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名我沒一件啊 我講一次啊 請你等一下會有錯誤嗎 不是啦 他會回到你身上 你猴什麼 我這個叫猴 你這個才叫猴啦 我也可以挑戰你啊 那你現在 你這個才叫猴啦 我也可以挑戰你啊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啊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啊 那你繼續喊嘛 什麼叫做我正去喊 你這什麼態度啊 我是院長 我超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啦 你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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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支持我講話 誰支持你講話 你剛剛才是輪到我 為什麼你又跳過去 我已經說過 等一下會回到你們這一 什麼叫做 你已經說了 是你指揮的 你當然你不要才是 你不要才是 我講 我剛剛講過兩次了啦 我終於知道 你為什麼血涯會高了 因為你太不講道理了 什麼叫我不講道理 等一下會回到 民進黨黨台身上 你就可以發言啊 院長 你還是有 固定的遊戲規則啊 什麼權力啊 你如果不要 只剛剛才是說輪到我 我不會有一件 不要戴帽子 我耍什麼權威人 從頭到尾 那你為什麼該 你點名說 吃牙丸輪到我的時候 你刻意跳過去給別人 這是什麼意思 黃國昌的總召講得非常清楚 每一個黨團平均發言 我們剛剛講到 黃國昌講到是 是聖職啊 是你要的 黃國昌已經講兩次了 那更糟糕了 院長 那更糟糕了 何總召 何總召拍謝 何總召跟你無關 是院長 你現在對著我 你認為你是院長 我必須要跟你講 剛剛黃國昌在講的時候 是 你們講說 你尊重他 但你就變成不尊重我了 是 你還沒搞清楚嘛 你不要才是我 你跳別人 我沒意見嘛 這你本來就是你院長 在草野協商在主持嘛 你就說我 我如果刷你跳過 你也幫我按捺一下 那不是這樣說 我也沒說過 不要說你運動 因為你贏啦 要跟你尊重就跟你尊重嘛 一定會尊重你嘛 可是你幹嘛給我刷這個呢 我在刷什麼呢 你不是才是過 你才是說 接下來輪到我 我已經等了多久了呢 所以說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心啊 我常常會以為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期待你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啊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話 哈